画面中 一只小水牛正在树下享受着春风的洗礼 从它的大小来看 应该才刚出生不久 可为什么没有见到水牛妈妈的身影呢 然而更糟糕的一幕出现了 它被一只鸡肠碌碌的熊狮给钉烧上 狮子正在缓慢地向小水牛的方向走来 小水牛看到了狮子的身影 它慢慢地站起身来 本以为它会逃跑 没想到它竟然靠着大树不动了 涉事未深的它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根本不知道狮子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它依旧在大树附近晃悠 而此时的狮子内心虽然已经安耐不住 可它仍旧不能轻举妄动 因为此刻的它也摸不清眼前的状况 如果要是只是一只小水牛的话 对于它来说可以轻松拿下 可如果要是水牛妈妈就在附近的话 对于它来说这一举动就非常的冒险 到时候不但牛肉没吃到 还丢了性命可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狮子没有贸然行动 躲到了草丛后面观察小水牛的一举一动 观察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水牛妈妈的身影 狮子便起身悄无声息地向水牛的方向靠近 即使狮子靠近 小水牛仍旧不为所动 还在自古自地来回晃荡 狮子见时机一到 便快速地冲向小水牛 一把将它扑倒在地 瞬间锁住它的喉咙 后知后觉的小水牛此时才意识到危险 可已经为时已晚 任凭它怎么挣脱 呼喊都是徒劳 小水牛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